武警第一机动总队实力究竟有多强? 机关驻地为何在河北实加装饰? 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第一机动总队 该总队是武警2018年体制改革过程中心成立的 是在原武警14个机动师的基础上改变而来 由于南北各设立了一个武警机动总队 所以主要驻防在北方区域的第一机动总队 相应分到了一半数量的原武警机动师 并与划归旗下的武警交通部队进行了合并 之前的武警机动师是1996年 从解放军的14个一种魔布师转立而来 如今进行机动化改编又更接近解放军的作战模式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是什么样的编制? 作为武警部队的精锐力量 其不仅在级别上被定位为正军级 在编制上也十分接近目前解放军合成化的集团军 旗下下了9个旅机的机动支队 实际就相当于集团军旗下的轻型合成旅 另外还配属了三个同样为旅机的特战支队 两个缩边转立后的交通支队 以及一个直升机支队和一个攻兵防化支队 这种编制实现了其多几种的协同作战 指挥层级扁平化 更有利于形成全域住房 点面结合的兵力部署格局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的装备实力如何? 总体来说装备精良 不仅拥有轻型部战车、装甲突击车 还有车载排击炮、榴弹发射器以及重机枪等武器 另外直升机支队拥有大量的通用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 虽然在火力上无法与解放军 以中型或重型合成旅为主组成的集团军相比 但在信息化科技装备上 也配置了无人机和各型智能设备 能够胜任地面作战、城市战、抢险救援等多种任务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机关为何设立在石家庄? 其承担怎样的特殊任务? 设立在石家庄有何战略优势? 石家庄位于河北省中部连接东北、华北、西北等多个区域 便于快速集结和调动 同时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 京广、石台、石德等多条铁路干线在此汇聚 便更有利于武警机动部队快速响应各种任务需求 同时中部战区陆军机关也设在石家庄 便于与解放军部队的展开协同作战 另外还能利用原解放军某部的营房和设备 避免了资源浪费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承担怎样的特殊任务? 主要负责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的维稳出突任务 包括防卫作战、跨区域机动支援作战、反恐 以及强险救援等高强度任务 此外,该总队所承担的全域机动 维稳出突的使命 也是战区体制下联合作战体系的重要一环 特别是其机关主要驻守在距离北京相对较近的城市 能够以其为核心 在必要时形成对首都的武装安全拱位 是整个中部战区军事作战力量的重要补充 第一机动总队机关 设立在石家庄有何战略意义? 石家庄作为燕禁咽喉在历史上就是重要的军事要地 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华北地区的战略重镇 要想能够快速响应北方地区的突发事件 并且对中部和北部国土安全起到关键支撑作用 既能够在地缘上兼顾多个地区 同时又具有铁路、航空等多重军事运输优势的石家庄 就成为了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机关驻地的不二之选